欢迎大家收看体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我不会为此承担责任 经理在对自己的球员进行粗口式的组总杯抨击中猛烈抨击 威尔士击败克罗迪亚 提升欧洲杯2024资格希望 斐济对英格兰击败后裁判的无意识偏见感到愤怒 英格兰球迷因互相打架被驱逐出斐济四分之一决赛 孟加拉虎的防守在比赛末段两次封锁西雅图 以17比13获胜并提升至3胜3负 请大家收看 我不会为此承担责任 经理在对自己的球员进行粗口式的组总杯抨击中猛烈抨击 悉尼先驱晨报 多金经理马克 怀特在他们在组总杯对阵霍射姆的比赛中 以2-0施力后对球队的表现进行了严厉的评价 怀特称他的球员们真是糟糕透顶 并表示他们让管理团队感到尴尬 他还批评了他们的不努力 并表示他们的糟糕表现将会有后果 包括可能的罚款 怀特是多金流浪者的创始人 也是12次晋级的监督者 他对球队在如此重要的比赛中的失利感到失望 威尔士击败克罗地亚 提升欧洲杯2024资格希望 英国独立报 威尔士在卡迪夫以2比1战胜克罗地亚 提高了他们晋级2024年欧洲杯的机会 哈里 威尔逊在下半场打进两个进球 确保了胜利 马里奥 帕萨利奇为克罗地亚扳回一球 这场胜利使威尔士超过克罗地亚 排名小组第二 但他们在最后两场比赛中 对阵亚美尼亚和小组领头的土耳其 仍然有工作要做 这场胜利将减轻威尔士主教练罗布 佩奇的压力 他曾与爱尔兰共和国主教练罗伊 基恩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斐济对英格兰击败后 裁判的无意识偏见感到愤怒 英国美日电讯 斐济队队队长Y.C.Neokalavu声称 在橄榄球世界杯上 裁判对太平洋岛国存在绝对的无意识偏见 此前 萨摩亚队的主教练和队长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他们在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输了 Neokalafi指出了几个 他认为英格兰球员被允许非法干扰球的例子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斐济队队被判犯规12次 而英格兰队只有10次 Neokalafi的教练 Simon Rawalui采取了更为外交的方式 他表示 虽然可能会有争议的决定 但裁判做得很出色 错误是难免的 英格兰球迷因互相打架 被驱逐出斐济四分之一决赛 英国美日电讯 在英格兰在橄榄球世界杯上 击败斐济的比赛中 看台上的支持者之间发生了一场斗殴 导致两名球迷被驱逐出体育场 这一事件的录像在社交媒体上被分享 并受到评论者的谴责 一些人表示 橄榄球球迷不应该以这种方式行为 这一事件破坏了英格兰一个本应是积极的日子 因为他们晋级了半决赛 在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首场比赛中 英格兰支持者之前曾经遇到人群问题 常对导致一些球迷错过了比赛开始 孟加拉虎的防守在比赛末段两次封锁西雅图 以17比13获胜并提升至3胜3负 多伦多星报 乔·波罗投出两次触地得分 星星纳提孟加拉队在周日的比赛中两次拦截了吉诺 史密斯以17-13的胜利击败西雅图海英 获得了他们连续第二场胜利 孟加拉队的防守在比赛后半段 两次在红区阻止了西雅图的进攻 确保了胜利 海英队在比赛开始时的第一次进攻中 得到了唯一的触地得分 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一直难以找到进攻的节奏 孟加拉队凭借这场胜利地提升到了3胜3负 而海英队则降至3胜2负 布鲁克斯·科普卡赢得了650万英镑 而他的兄弟则被降级出了英超联赛 英国美日电讯 布鲁克斯·科普卡在个人 雷夫·高尔夫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中赢得了650万英镑 而他的兄弟切斯·科普卡则名列最后 并被降级出联赛 切斯·科普卡自雷夫赛季开始以来 已经赚了500多万英镑 尽管当时他的排名在1300名之外 布鲁克斯·科普卡评论了他兄弟在高尔夫运动中的未来 表示是否继续打球 取决于他自己的决定 布鲁克斯·科普卡在最后一场比赛中的胜利 使他在总排名中升至第三 并赢得了400万美元的奖金 塔勒·古奇在比赛中获得第二名 并在总排名中升至第一 赢得了1800万美元的奖金 布鲁克斯·科普卡对于大型胜利 不能计入LIFE积分榜感到失望 LIFE赛季将在下周的迈阿密团体决赛中结束 厄尔正在毕业 成为英格兰迫切需要的大赛球员 英国美日电讯 英格兰橄榄球运动原本 厄尔在球队最近对阵斐几击的世界杯比赛中 表现出色 受到了赞扬 厄尔在比赛中做出了几次重要贡献 包括对斐济的莱瓦尼 伯蒂亚的关键防守和铺就尝试 这位球员的表现被描述为 他作为球员的成长和发展的标志 厄尔的表现引发了人们对球队后排球员 在即将到来的半决赛中的选择的质疑 Tua Tagovaloa投出三次出地得分 帮助海豚队以42比21逆转 击败了黑豹队 美联社 迈阿密海豚队的四分位图亚 塔戈瓦洛传出三次出地传球 带领球队以42-21的比分 逆转击败卡罗莱纳黑豹队 塔戈瓦洛31次传球中有21次成功 总共传出262码 目前他在本赛季的传球码数 领先全美橄榄球联盟 这场胜利使得海豚队的胜负战绩达到5胜一负 而黑豹队则保持着0胜6负的不胜记录 扎克 惠勒在费城成长为王牌 将在国家联盟冠军系列赛中 对阵亚利桑那队的第一场比赛中首发 多伦多星报 费城人队的王牌投手扎克 惠勒将在国家联盟冠军系列赛第一场 对阵亚利桑那钻石被蛇的比赛中首发 自2020年加入费城人队以来 惠勒已成为球队最可靠的先发投手 他曾经投过200局以上 两次拿下200次三阵 并在签下了一份为期五年 价值1.18亿美元的合同后 赢得了两场季后赛比赛 尽管在托米 约翰手术后缺席了两个赛季 惠勒在过去三个赛季中 已经先发了90场比赛 并成为顶级投手 这只是个开始 斐济以全球尊重和对未来的希望 退出橄榄球世界杯 美联社 尽管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输给了英格兰 斐济的橄榄球队 在橄榄球世界杯上的表现受到了赞扬 整个比赛期间 这支球队展现出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技巧和精神 像赛米 拉德拉德拉和伊索亚 那希拉希拉这样的球员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虽然他们没有进入半决赛 但斐济已经证明 他们属于世界舞台 并缩小了他们 与顶级橄榄球强国之间的差距 球队的成功部分 归功于国际橄榄球联合会 提供的增加资金 以及他们参加超级橄榄球 太平洋赛的机会 斐济决心继续提高水平 并希望在未来的世界杯上 取得更大的成功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每周简报的观察员 我们今天一起来回顾一下 最近的体育新闻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足球 多金经理马克 怀特对自己的球员 进行了猛烈抨击 称他们在足总杯比赛中的表现 真是糟糕透顶 不过 我想说的是 作为一名经理 怀特应该要为球队的表现负责任 而不是只会用粗口来批评球员 接下来 让我们谈谈威尔士足球 威尔士在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中 取得了胜利 提高了他们晋级2024年欧洲杯的机会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成就 但他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才能确保 他们在最后两场比赛中的出色表现 在橄榄球方面 斐济队对裁判的无意识偏见感到愤怒 他们认为裁判对太平洋岛国存在偏见 这在之前的比赛中也有类似的指控 不过 斐济队的队长Y.C.Nio Kalevu 也指出了一些裁判判决的争议之处 并表示裁判的工作难免会出错 再来 我们来谈谈橄榄球比赛中的球迷行为 在英格兰对阵斐济阶的比赛中 看台上的球迷之间发生了一场打架 导致两名球迷被驱逐出体育场 这种行为实在是令人失望 我们应该要以更加友好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喜爱的球队 此外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体育新闻 孟加拉虎在比赛末段两次封锁西雅图 获得了一场重要的胜利 布鲁克斯 科普卡赢得了650万英镑 而他的兄弟则被降级出了英超联赛 本 厄尔在比赛中表现出色 成为英格兰迫切需要的大赛球员 塔格瓦洛带领海豚队 逆转击败黑豹队 扎克 惠勒将在冠军系列赛中首发 成为费城人队的王牌投手 总结来说 这些体育新闻充满了胜利 失败和争议 无论是球队的表现 还是球迷的行为 都需要我们反思和改进 作为观众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收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小传媒体 伸 并 化 并 并 并